屏幕手段 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 POCO手机啦 那 POCO其实是小米集团 独立出来的手机品牌 并是这只需要 没有不必要的品牌理念 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就是这一款 Poco X4 GT啦 哇 这颜色非常的绚丽 但在看手机之前呢 我们现在简单的过一下盒装内容物 因为已经好久没有开到这种 大套餐了非常的齐全 那它首先它是会附一个手机本体 Poco X4 GT 然后还有这个是 有没有看到 67W的充电头 然后这应该是Type-C的传输线 SIM卡卡针 然后重点是你们看好保护壳耶 竟然还有附一个保护壳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保养卡 和说明书的部分 哇这一整组真的是太齐全了 就是有让我想到 之前在开一张手机那种感觉 一拿到就所有配件都起 我要充电有的充电 我要手机保护 有的手机保护 非常的不错 然后我们这次拿到这个颜色是叫做 刀锋银 哇刀锋银 是真正满像刀锋的感觉 因为就感觉非常的 Shining 很亮的感觉 哇这光线打下来 它直接就给我个全部过破耶 但整体来讲 我觉得它整个感觉 还算是满特别的 然后这一次的话 它们除了我现在手上的这个 刀锋银以外呢 还有除了额外两款颜色 叫冰鑽蓝 和雾影黑 那整体来讲 我觉得拿起来的重量还满不错的 因为我一拿到就觉得 它的重量感并没有到很重 大概200克左右 然后大小的宽度也算是满不错 但是它是比较偏向稍微大一点点的手机 然后不过它这个背面的质感 就是满特别的啦 我自己是觉得有稍微沾附指纹一点 有点那种珠光感在这上面 满有趣的 好然后接着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 这次的镜头表现 那这次的话 他们主镜头配的是 6400万画素的主镜头 超广角部分是有达到120度的超广角 然后比较有趣的是 还配了一颗微距镜头 这个我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它的表现是如何 然后这款手机的正面部分的话 走的是平面萤幕 并没有走任何曲面的部分 然后出厂的时候 它就已经有贴了一层保护膜在上面 所以说真的是保护得非常的完整 保护膜保护壳都有了 真的是一拿到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开机吧 Poco 哇第一次开这个品牌 新的体验很不错 哇 它走的是MIUI啊 进场动画还不错 那一进来就会看到MIUI 13 那我这边来设定一下哈 这款手机有支援是侧边的指纹解锁 应该是跟电源键做一个整合 然后它也有支援就是人脸解锁部分 所以基本上两种解锁都有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测试一下 指纹解锁的速度 好设定完成 那我们要进去咯 哇 进来啦 哇好久没有用到Xiaomi的手机了 那我们刚刚进来之后 我想先测试一下它的指纹解锁速度 因为它走的就是侧面的指纹感应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指纹解锁的速度是如何 321 基本上指纹解锁速度算满快的 321 这种就是侧面这个就是非常的稳定吧 不用太担心 321 OK非常的不错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荧幕边框的感觉 首先它这个是有一点下巴 所以它整体来讲 荧幕的边框是下巴会稍微宽一点 但单手握持的感觉还满不错 它荧幕的大角的长宽比是来到了20.5比9 然后前面是有一个挖孔的镜头的 好然后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用这个手机来看YouTube的感觉 首先这块荧幕是支援了6.6寸的144赫资的Full HD Plus的荧幕 哇144赫资啊真的是满猛的 然后支援了Dolfe Vision和HDR10 那具备了270赫资的触控彩样率和DC调光 那荧幕的正面使用的是康宁的第五代大猩猩玻璃 荧幕亮度最高可以达到650尼特的峰值亮度 哇再一款价格这么好的手机上还可以看得到HDR 而且是144赫资真的是满让人感到惊艳 好然后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手机的规格吧 首先最特别的就是它采取的是联发科的天机8100啊 哇这是一个采用了台积电5奈米工艺制程的CPU 那按照我之前体验这款CPU的经验就是 它对游戏的表现和发热部分是表现都满不错的 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一次这款手机的提供 一个叫Liquid Core水冷基础2.0 具备超大的导热板和七层石墨 能够拉长高效能的表现时间 然后再来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这款手机的电池容量竟然高达了5080毫安时啊 硬生生真的是比5000再多了80毫安时 我觉得是非常的有趣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在开头有看到 它有提供了一个67W的充电头 所以它这一款手机是支援了67W的超级快充 只要46分钟就可以从零充到100 我觉得这个人满厉害 那也具备了双扬声器 然后最有趣的是 这款手机还具备了红外线发射器 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可以拿来当遥控器使用吗 我觉得是满不错的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这个手机的拍照体验吧 毕竟它有了三颗镜头嘛 我们现在快速的来测试一下镜头的部分 它这个镜头这个图样也太像Chrome了吧 我刚刚找好久 好然后我们现在打开了 这就是它的录影的介面 那可以看到说它是有一个 两倍啊超广角和一个一倍 那我们先从超广角的部分开始拍吧 超广角感觉就会像这样 然后再来是一倍镜 一倍镜就有点近一点 放远一点好 然后再来是一个两倍 两倍感觉就会像这样 然后我记得它说它有一个微距嘛 我们来看一下微距的感觉是如何 好找到这边有一个微距模式 点开之后呢 我直接往下压 OK 它微距的感觉就是大概直到 这个程度吧 就是没有到很近啦 但是也还行吧 比较不像是那种可以贴到很近的 但是它确实对焦距离是比较近一点的感觉 整体的感觉就会像这样 好啦 那这差不多就是今天这一款 Poco X4 GT的上手影片啦 那我觉得以这个价位上来讲 能够买得到联发哥的天机8100 还有一个5080毫安时的超级大电池 再具备这个67W的超级快充 以这个价位上来讲是一个满 不错的一个选择啦 那这就是大概就是今天的快速上手影片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就帮我点个喜欢 记得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Ciao Ciao Bye Bye